89年的时候我19岁 已经在北京烟山石化工作 当时正准备考美院 喜欢画画 我的祖父是 41年 所谓牺牲共的抗大烈士 也就是说 我们家没有 对共产党是没有这种 直接的这种仇恨 而且像当时我19岁 我能对共产党有意清醒的认识吗 他要不开枪的话 那个共军抓我 就是因为我主要是 6月5号在烟山石化 抗报游行发起的 等于是顶峰作案 就是已经定性了 我还顶峰作案 这么的就是 给我判了七年 判了七年反归命宣传煽动罪 就是这样 感触当然是很多了 毕竟二十七年 青春都跟着六四 熬过来了 感触当然多了 感触非常多 只能挑个重点 简单的说说吧 因为我从监狱出来以后 我一观察 就是好多知识分子民运 总是忽略市民抗暴这一块 总是被忽略 我觉得不对 我是尽量就是说 把我所见的这些 入狱的北京市民 我都要呈现出来 最早廖一五 去采访我 我也帮着引荐 许多人才知道 原来八九运动 不光是学生 受苦最大的 其实还是市民 这些所谓的无名者 其实这些更需要关注的 我这么几年 一直做这种工作 所以说我也是 一直受到警察的 这种被理由 被看管 等等一系列这些东西 无所谓 因为我认为八九运动 分两个阶段 一个是六月三号 开枪以前 开枪以前 那是完全是 学生主导的 这种体制内的 这种运动 说白了就没跟体制决裂的 这种促进体制 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运动 那么六四一开枪 就变了 也就意味着 全民抗暴了 事实上也是全民抗暴 这种全民抗暴 不光是北京 全国个体都有 我认为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是前期学生运动 完了开枪之后 就是全民抗暴 就是说所有的现在 全民抗暴这一块 从理论上 许多人没有 在理论上梳理 也难怪 为什么这样 因为主导八九 这些人 学生领袖 知识分子也好 他们在六月三号 已经宣布下课 事实上 他们有的 去逃跑 有的逃跑了 完了有的躲起来了 事实上 六月三号抗暴 到之后那几天 几天全国的抗暴 他们都没有参与 事实上 大多数都没有参与 那么说 我们大家还是把那个抗暴这一块上升了一个高度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啊 塑错脸皮 抗暴嘛 啊 嗯 这些 我希望咱们大家一块去梳理 啊 抗暴更重要 呃 之前的学运 说白了 还是跪着造反 但是都可以理解 我我我为什么说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在接受这种红色的教育啊 并不是完全以体制切割的 那么说 呃 不能理解的是 就是27年来许多人都变了 许多人都变了 你包括台灵说宽恕 邓小平李鹏 这完全是扯淡嘛 啊 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容忍的 还有说我没有敌人 那不可能 这不扯吗 你怎么可能杀死那么些人 你怎么可能没有敌人呢 你本 咱们大家都是 呃 都是肉身烦胎 你别 不要把自己打扮成 打扮成跟圣人跟神仙似 这是不可能的 这这这 啊 我好了 我不聊这个问题 一一聊这个问题 我火就上来了 我我我我就算了 我就不说了 还是之前我已经说了 我大家反省 这27年 许多知识分子起到一种什么作用 至少在客观上 你起到什么作用 你是推墙还是住墙 好吧 反正六四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一生也挥持不去的 这件事情 我也是 我一直在上